《年轻人6年》 10 你 10啊 10你绝对不会过 导K 导K 导2 对我 对高 好 站住 别动 四小时 要不 4K 我怎么 你对我吗 过 还有对 对吧还有对 放在这儿 对 对要出 还有吗 没了完 第3 对吧 谁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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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上哪儿了 这帮孙子呢 当时那帮孙子刚一过去 我立马就报了警 一点都没敢耽误 那你报完警怎么不上来帮我呀 安娜 我能不过去帮你吗 那帮小子刚一动手我就冲过去了 可是那帮小子下手也太快了 一会儿公子安子就躺地上了 我仨腿想追吧 我一看安子躺地上了 我得先顾你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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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吧 你就是个废物知道吗 这事儿赖我 对不住啊 我要抓这一个 这事儿也就成了 你说你办的叫什么事儿 你知道什么呀 我跟葛日谭都商量好了 江北风的人 只要敢上来打我 立马就报警 我们只要逮住他们的人 我怎么也都额他个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医药费吧 现在好 白挨对你打 葛日谭我怎么说你好 你就是个猪你知道吗 行 那猪长什么样你就什么样你知道不 你说你们俩 挨的棒子人没抓着 这事儿办得蠢不蠢吧 你聪明我们都蠢 你聪明你现在想个办法出来 我们怎么办 这事儿我惹的 如果我们再找不到江北风的证据 没钱给那些车主修车 人家就得告咱们 到时候咱们厂子就得关门 大哥的房子也没了 有我和老头儿在 厂子倒不了 等真倒了 什么都晚了 那是我王超东没本事 你以后少在外面胡闹 老老师子在家待着 快点 快点快点 你在电话里说能帮我 怎么帮啊 坐下咱们 你们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该打官司了吧 依我看 这场官司你是输定了 不用你提醒我 我知道 后果考虑过吗 你别给我扯淡了 说怎么帮我吧 官司输了 无非是赔偿 多少钱 我可以帮你出 什么条件啊 这事儿 这事儿结束以后 离开何立平 别再找他 你和他在一起 也只能拖累他 谢谢你的好意 你呢 大哥 你这一天去哪儿的 老头到处找你啊 找我干吗 来了一车主 咱不是把他车修好了吗 让他把车提走 可他死活不提车 非要两万块钱金融损失费 你就告诉他 一分都没有 我跟老头有人这么说的 可老头不听啊 非别那跟人讲什么道理 讲了也百讲人根本不听啊 刘苏 老刘 您找我呀 案子破了 还没有 不过你放心 这案子我们一直盯着呢 我以为您 您找我是 不是 案子就没目了呢 我让大伙啊 凑了点钱 没多少 让你们呢 拿去印个旗 这钱我们不能遇到没有错 就算借我们的 日后还 那我打个借条 行 打个借条 来 谢谢刘苏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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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 什么事 借钱吗 不借 我到你这儿来挣钱了 怎么挣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晚了 那活儿早被人接了 喂喂 老二 老二 帮帮哥哥 老二 老二 帮帮哥哥 真的 不是我不帮你 我现在没能 怎么 他们几个又来了 非得要见你 不是 让你跟他们说我不在吗 我说了 他们不信啊 非得要不要到办公室来 你这样 你去 你去 挡一下 赶紧去吧 还想什么 我 我 我什么呀哥 我都得走了 你赶紧走吧 你帮帮哥哥 哥哥干什么都行 真的 你这样啊 你这样啊 底下几个人找我要债 里里外外欠一百多万吧 你要挡走了 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利 好吧 懂了 来 安子 哎 嫂子 潮东呢 大哥 大哥做法不在你那吗 他昨天没在我这儿啊 我给他打了一上午电话 他一直关机 老头 老头 你来一下 你看你大哥了吗 和李平来了 哎 这 潮东怎么了 王潮东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关机 这奇怪了 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今儿说有事啊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 他现在心中有分寸 他这个人就是做事 太没分寸了 那是以前 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心中有个人 让他挂钱的 我一会儿派个人找他去 嫂子你就放心吧 你们俩要有他的消息 赶紧打电话告诉我啊 好 你们先忙啊 我先走了 嫂子再见 哎 老刘 又给你打电话了 你要有他的消息 赶快告诉我啊 哎 我不关机一直等你电话啊 哎 好嘞 还没找着啊 哎呀 你别想了 他这么大人能出什么事啊 你知道什么呀 是啊 我不知道 来 吃个吧 你说他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啊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至于 我不吃你不了解他这人 他这人就是做事太冲动了 你说他要出个什么事 我可怎么办呀 我现在也经历不起了 行了 没事的 你接电话呀 真是 再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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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蕊 来 我喝喝喝了 快这 你能喝喝喝了 咱就说了 来 我不行 不行 咱都说说好了 来 咱都干一个 喝不 这不行 说好了 就所以必须喝 喝 你喝了 我先干了啊 别 你再喝了 再喝了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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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 起来 好 好 好 怎么咱们没喝多 咱说好了 谁胖起来 谁出来了 不行 过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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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什么了 喝 喝 没事吧 好 来 拿两个 来 拿两个 我 不会帮他 我再喝飞飞飞想一想 你这得奖 就这点能耐还敢要账来 好了 拿着 拿着 不就是 不就是酒吗 不 好 慢走 好了 谁不干 谁孙子 来 孙子 干 来 这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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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来要钱 来 揭揭 让林 来 让林 睡睡睡觉 差不多了 多了 来 喝喝点 就 就用这喝 来 还呵实在不行 废话 好好下就出点盘 咱都说清楚了 是不是 好了 你要是不喝 东西 东西吧 这大老爷们你哭什么都揍了 起来 起来 这不行 这大老爷们还哭起来 你别粗 我这 这什么都 你 喝差不多了 醒醒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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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 起来 喝差不多了 喝 算什么吗 喝 你给我送你 喝 喝 照你们这得下 看来要炸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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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跟谁合成这样的 我 地理理工工 党债 一百万 才能够提三十万 这么高的回控 我就不信他能给你 我给我他们的回控 我能这么喝吗 啊 李 李先生 爽 你这次数还少啊 你还信他 水还咋了 你有点水 收拾好 收拾看 来 打断 再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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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了 咱咱咱咱 咱咱咱 来 来 帮我放倒他 哎呀 哎呀 哎 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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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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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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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大哥这跟谁和声这样啊 真是拿自个儿的命不当命啊 嗯 老头 输了 输了 什么事 大哥这跟谁和声这样啊 替李清松挡债 说是给三成的利 三成多少 李清松欠人一百来万吧 那就三十多万 这钱可不好挣啊 不好挣也得挣啊 别跟着添乱 这么喝 还不把人给喝死了 那明天我陪着大哥一块喝去 正值三十万 你 跟着起哄吧你就 我起什么哄 老头 要真能喝出三十万 死了也值 这叫什么话 人话 屁话 老封 又来喝酒了啊 等开了门咱们接着喝啊 老王 别喝了都这样了 小姨还在烟书业呢 我还要保他命呢 行了 想保命啊 那就滚蛋 你们别太过分了 怎么 还想动手啊 那来啊 谁趴下谁滚蛋 你太嚣张了我跟你说 算了啊 我还就嚣张了 喝不喝 不喝滚蛋 我们走 老刘 何礼平来了 来 请坐 曹总呢 他和安子出去了 可千万别让他乱来啊 放心 我看着呢 他回来让他赶快找我一趟 好 一定 好 我先走了 小心点啊 小心点 老王啊 你们老懂吗 我也几天没见着他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是不是在躲着我们啊 这我也不知道 divine 有人去哪儿了 就是 Whoops 如果他走了 你是人的 你敢不哭 我放过把他家烧了 你 姑娘 你们老板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有什么事吗 王朝东现在是一门心思想找李清松 你要是见了李清松转告他一声 他这几天最好别回家 闪开 再不闪开我叫保安了 你干吗呢 把他手拿开 他只要搬开我 那不是那我们来说 你做的最后 我刚才风筋创作了 趁热喝呀 现在还行 行 都那么大岁数 你学会爱惜自己 爱你 以后 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一下 这儿 老刘啊 老刘 什么事 说 王朝东拿一大班就出去了 不知道干嘛去 安子呢 安子也跟去了 跟去了 真真不让人消停 这汤我回来再喝 我先去办个事 六子给何立平打电话 好 我先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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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 Stevens 钱呢 不是 你叫什么意思 装傻了 装傻 钱呢 不是 你 你过 过两天不行吗 怎么着 是我把你车砸了 还是把这房子点了 还是砸你这人啊 不是 你现在砸什么 我也凑不齐那些钱啊 不是 你干啥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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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号 销售 收拾 不放下我给河里边打电话 收拾 回厂去 回厂去 销售 销售 李霄凤 给别人留点余地 所以就是给自个儿留点决定 知道吗 夏亮 夏亮 干吗 为了争口气把自个儿搭进去值吗 和李平的房子就得搭进去 能顶一套房子值了 和李平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不是房子 我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 这不都在想办法呢吗 要是有办法能去找他吗 啊 啊 嗯 伯伯 伯伯 嗨 接电话 啊 喂 不好意思 那个我们不卖了 谢谢啊 好 再见 谁啊 房屋中间的 说人要来看房 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我让他们别来了 官司都没打 那卖什么房子呀 你还是让他们来吧 我已经咨询过了 官司打起来咱们也是输 到时候法院强制执行 维修厂保不住 咱们的房子也保不住 一点退路都没有 那我们还不如主动点呢 把房子卖了给人家赔点钱 没准 咱们还能保住厂子 你就这么在乎这厂子啊 没有厂子你让你爸 他们以后怎么生活 怎么办怎么办 你为王朝东付出有点多啊 你别整天王朝东王朝东的 他是你爸 我告诉你何文文 为了能保住这房子 你爸差点闹出人命了 你还想想他怎么样啊 他都这么大年龄 你想让他再进去啊 你爸来了你给我消停点 你爸来了你给我消停点 怎么几天功夫你就变成这样呢 老了呗 怎么了 吃不吃饭 不吃 那个有事就忙去吧 你吃饭吧 王朝东我问问你 听说你差打把人家弄死啊 你为什么不动手啊 你知不知道你要动手的话 我妈就不会为你操心这么多 你不吃饭就走人 我为什么要走啊 十八年你付出过一点吗 你没付出凭什么让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不觉得你受这种愧吗 我就问你 你凭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进去啊 你为什么要出来呀 你出来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死在里面 我就觉得你敢死在里面 滚 滚 你为什么不死啊 你为什么不死呢 都是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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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来 听说你们差点又犯事了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你怎么就那么让人不放心呢 瞎操心 行 算我瞎操心 算我多管闲事 你气象还挺大 伤口还没全好呢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对不起 这还差不多 你们常怎么办 官司看来是一定要打了 什么意思啊 钱呢 白痴 我们厂就算再需要钱 也不需要你的 拿回来 拿回去 这有一万多块呢 你哪来这么多钱 偷你妈的卡 你以为都是你啊 我妈留给我上学的 学费 你把学费都捐了 你不上学了 谁说我不上了 你没钱交学费怎么上学啊 又不想念了 谁说我不想念了 我要回四川了 得了吧你啊 说了多少次 这次是真的 我妈她要上班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 再加上我这次光荣受伤 我妈说什么也让我飞走不可了 你妈做得也对 跟你妈回去呢 她也能好好照顾照顾你 伤好得也快点 回四川之后 我妈给我交学费 所以这个钱就宽裕了 拿着 你宽裕 我们也不能收这钱 拿回去 我家的钥匙给你吧 你把钥匙留给我干什么 你也有个地方可以好好学习啊 安静一点 你没事了有时间 就帮我打扫打扫房间 放心吧 小夕啊 我挺对不起你啊 怎么了 那帮孙子 到现在都没抓住 法网灰灰 数而不漏 他们跑不掉的 怎么了 你说得对 我走了之后 我走了之后 你会想我吗 当然会啊 那你想我考回来上大学吗 你这不废话吗 你 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根本不qua 明天下午 那明天我去送你 说的 …… 你怎么说去哪个 requirements ? 哪个不错 我号哦 你قي上已经解释了 你�� sulla 好了 我这都到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以后别那么傻了 哥 你也是 行 回去路上小心点 我走了 我走了 小夕 小夕 老师 老师 哥 我走了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估计我已经快到四川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火车站送我 我怕我会哭 这小半年在北京一个人的生活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跟你一起学习进步的日子 非常的快乐 卡给你留着吧 不过密码匿的猜 不是我手机的后六位 就是你的 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 虽然有时候你这个人比较粗鲁吧 但整体还是挺好的 好吧 老师 妈 不啰嗦了 再见了哥 我想 我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我想忘了你 也许你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吧 这样挺好的 不是吗 自己多保重吧 别跟人老打架 别喝太多酒 学习别太累 工作别太懒 想考大学就去试试吧 考不上也无所谓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简单就是快乐 这是我的座右铭 对了 还有最后一句话 别嫌我啰嗦 和文文几十人还挺不错的 好好对待她 最后一句话 我留了张CV给你 快忘了我的时候 就拿出来听听吧 哥 我真怕你那么快 就会把我给忘了 请问你们经理呢 你们经理呢 我们经理不再出去了 什么事跟我说吧 是这样 我是理想他们委托的律师 告你们维修厂拒绝理赔 这也是律师函 那 那 那 等我们经理回来 我交给他 里面许个律师吧 等着开庭 好 就这样 再见 麻烦大了 人家告上了 咱准输 我赶快找老六去 哎 什么时候开庭啊 再要十天就开庭了 我有一个律师的朋友 我找他咨询咨询 不用咨询了 官司肯定输了 输了就输了呗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得都清楚 官司要是输了 厂子就得破产 你这房子就得拿去抵债 回头你住哪儿 你住哪儿我住哪儿 你真想跟我去老头那儿挤着住啊 只要老刘同意 也未尝不可 什么了不起的嘛 没房子我们将来可以租房子住嘛 那过去我们俩没房子没车 不照样过得挺好的嘛 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 能高高兴兴在一起就行了 吃饭吧 咱俩干一杯 好 这位是高律师 老高你跟他们简单的说一下情况吧 好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丽萍多年的好朋友 有些话呢 我也不拐着抹角 就直接说了 你们这案子呢 我也了解了一下 从各方面来讲 对你们非常无聊 另外呢 我跟对方律师也简单地交涉过 原告除了提出赔车外 还提出了精神损失费 其实这可以协商 所以啊 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把车给找回来 我们还轴动一点 要是这车找不回来呢 那就很倍速嘛 这不很明显嘛 高律师 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宣布破产 法院前职执行债务赔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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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